我們剛剛介紹的一維 自由粒子的Shooting Equation 是像這個樣子 當然 不完全是自由的 只是從自由粒子 得到暗示 那麼有交互作用u 未能函數的時候呢 我們就加上這一項 對三維的粒子呢 我們相信呢 可以直接的從 這個方程式 的這個部分呢 x平方的偏微分的部分 直接把它 擴展出去 變成y平方跟z平方的偏微分也加進來 所以就變成三維的偏微分方程 三維 一個粒子在三維空間中的Shooting Equation 應該就是這個方程式所描述的 當然從這裡就可以想像得到 將來我們希望解決 波爾的氫原子的 問題裡面不能解決的問題 用量子力學來處理的時候 當然就要用到三維空間中的這個 偏微分方程式做出發點 來做 那麼 我們也相信呢 這個方程式 裡面的u呢 我們剛剛探討的時候是把它當作是 只是空間的函數跟時間無關 我們可以把它推廣成為跟時間有關 所以整體而言 一個三維的Shooting Equation 與時間有關的Shooting Equation 時間相依行 這個 Time Dependence Shooting Equation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甚至於連u都有Time Dependence在裡面 那麼 到目前為止呢 Shooting Equation 對實驗上的預測幾乎都是正確的 沒有 例外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相信這個方程式 在目前的實驗的 檢測下呢 到目前都是成功的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理論 量子力學建築在這個Shooting Equation上面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一個結果 這是 20世紀當中 科學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就 好 現在呢我們採取另外一個觀點來 來討論量子力學 我們的出發點就是希望能不能從波函數裡面得到 我們剛剛所講的 動量 跟能量的期望值 我能不能計算出來 那麼我現在 已經跟剛剛不一樣了 剛剛時候我們只是說 我有個波函數 我知道這個波函數的位置的期望值 我可以去計算 但是我不能計算動量啊 因為它有測不準原理的限制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又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基礎了 這個基礎就是 最重要的 Shooting Equation 所以我知道 對波函數加以 一次偏微分 兩次偏微分 是一個重要的 運算 從我們剛剛的運算裡面我們已經知道 如果呢把它做一次的偏微分 我們再回來看 做一次的偏微分 如果這是自由例子 這是自由例子 自由例子的波函數 你對x做一次偏微分 你會掉下一個 ip 除以hbar OK 所以你做一次會掉一個 ip hbar 這樣子一個量會掉下來 如果對時間做一次偏微分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能量會掉下來 所以 我們可以把這個呢稍微改寫一下 把這些量都搬到左邊去 就變成p side pside 是這樣子 1side 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 方程式 從 給它另外一個詮釋的角度 你可以想像 psi是一個 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呢 雖然是乘上一個p 但是你可以想像 P的 作用在这个结果 你可以 刚刚我们的操作是说 PSI对 对PSI做X的片位分 你会得到 我的自由例子的 momentum会掉下来 对不对 但现在 如果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诠释的角度说 我把PSI 用一个momentum的 某一个运算值 某一个对应到 动量的运算值 操作在它上面之后 就等于要把这个波函数 做X的一次片位分 片位分完了以后 乘上 hyphen之h bar 就是这个运算值 对这个波函数 运算之后 运作之后的结果 由这个 为分来 得到 同样的 你把能量看成一个运算值 这个运算值 作用在这个波函数上面 的作用的情况 就是等于把这个波函数 对时间做片位分 就会得到 我们要的这个运算值 对它操作后的结果 由时间的片位分得到 所以这个 一组方程式 我们写成这样之后 事实上赋予它的一个新的意义 这个 动量呢 就好像是对 X的片位分的一个算幅一样 它变成一个算幅了 一个operator 那么 1呢 就好像另外一个算幅 它的作用是对 波函数 对时间做片位分 OK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运算值 operator的这个意义了 好 我们再看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 把 P 把它变成一个运算值 既然是运算值 就跟古典的是一个 number是不一样的 是一个数 古典物理的动量跟能量 是一个数 它代表 动量的值 跟能量的值 现在我们把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层次 叫做算幅 动量算幅 能量算幅 它们的表达方式就是 这个样子了 OK 所以 我们 已经证明了 如果写成这样子一个算幅的话 它自然的话 就可以 操作在 自由粒子的波函数上面 会得到 同一个 Shielding的方程式 这个很直接 同学们稍微 操作一下 就知道 把这个 exp i k x -ωt 被它操作 两次 P操作两次 就是 微分两次 这边微分一次 你会发现 这两个 可以拉上一个等号 而 拉上等号之后 就等于是 Shielding的方程式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 对Shielding的方程式 有一个新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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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诠释 就是说 这个方程式里面的 P呢 这方程式里面的 算幅呢 我们 我们刚刚 Shielding的 equation 我们的Shielding equation 是这个 对不对 刚刚所写下来的 这个算幅 二次微分 对应到的 就是 2m分之 P平方 它对应到就是 动量算幅的平方 这个 对T的偏微分 对应到的 就是 H 就是 能量算幅 现在呢 我们把能量算幅呢 写成一个 新的符号 叫做H H 这个 这个 就是在古典力学里面 我们学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量 叫做 Hamptonian OK 如果你学了 古典力学 你就知道 在古典力学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Poisson bracket 所定义的这个 这样一个 重要的量 叫做 Hamptonian 这个Hamptonian 对应到能量 就是这边的这个 能量算幅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Hamptonian写成 整个 它是 Hamptonian本身是这个 微分算幅 但是因为 它的操作会等于 右边这边 把Poisson拿到外面 就是 这个加这个 就是 2M分之 P平方加U 就是 动能 加卫能 就是我们 Hamptonian 古典力学的 Hamptonian 就是这样定义的 所以 现在只不过 这个Hamptonian 在量子力学院 变成了算幅 这个算幅 作用在波函数里面 有两种 操作的意义 第一个是对 Psi 做时间的偏微分 第二层意义 它是 动能 跟卫能 加起来 操作在波函数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 著名的 一维的 Time Dependent String Equation 其中我们已经得到了 用算幅的意义 来表达这个方程式了 OK